尊敬的战友们好 6月15号文贵直播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今天的直播主要是关于 今天和过去的两三天 咱们跟律师开会 就如何 关于如何 处理我们战友们投资GTV 还有投资GDollar 就是这个预售GDollar 被非法强制 强制退款 和被非法威胁 这个背后的这个故事给打得去了 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在美国 一切都要讲法 都叫法律 我们和律师啊 这个这几天一直在开会 一直在开会 在开会呢 我们得出的这个结果 现在请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 一定要认真的听 咱不但要依法灭共 还有依法捍卫自己的利益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那么现在呢 经过一系列的论证 我们也成立了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 由我们爆料革命的战友们 成立的各种群 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现在重复一下 西马拉雅农场群和西马拉雅农场的负责各国家各地区的领导们 我要说错了 大家千万别忘了 西班牙的 我老忘了 叫文革 文革先生 这个非常重要 文革七雄 西班牙的文革七雄 千万千万记住 西班牙的是文革七雄 俄罗斯的是马萨 图桑的是面具先生 还有马萨 他们一起在合作 美东的阿炳先生 就是华盛顿DCT区的 阿炳先生 阿炳女士 阿炳老被忘 这个文革七雄老被忘 加拿大的江财神和卡利西 千万别忘了 然后呢 澳大利亚的是 木兰和安红女士 木兰和安红女士 新西兰的老班长和Bill 英国的是大卫 英国的是大卫 美西 我们战友之家 肯定是Sara Sara 美东 我们现在有一个 我们长导哥 路德先生 还有冠冠女士 应该是这几个地区负责人 应该是 这些西马拉雅农场 日本的Peace 还有西语007 又忘了又忘了 台湾的文心 还有侯小宝 台湾的文心 还有侯小宝 日本的Peace 还有西语007 意大利的3D牵牵 法国的小皮匠 法国的小皮匠 这别给忘了我 这一忘了 我每次忘完以后 回来给我发现一些 大家的老不高兴了 加拿大还有我们一个索菲亚 索菲亚女士 索菲亚 索菲亚 新加坡的 韦维哥 韦维哥 大韦哥 他叫大韦哥 应该是 应该是我 因为这个应该是我 没有忘了 应该是这个问题 大家记住 所有各地区的 所有各地区的 各地区的 喜马拉雅农场的负责人 在各地区 已经发起了 向战友们要求提供 各种证据和信息 包括签署了授权书 和保密书 这些都有效 今天跟律师都认真过了 就是各国家 各地区的 所有的爆料革命 指定的战友们 在各地区代表的战友们 关于G$被退款 G$被欺骗 被威胁 和投资GTV被退款 被威胁 所有提供的信息 都是有效的 我们现在律师强烈建议 你们有三个动作 要做 第一个动作 所有当地的 地区出责人 要和这些受迫害的战友们 签订 第一个 保密协议 就这些大家要互相保密的 要负责任的 第二个 授权 授权书 你都授予了什么权利 你都授予了好 授予了起诉 分成律师费 文件 不可撤销的授权书 大家要记住啊 律师一再提醒 比如说 这个暗虎在澳大利亚 人家给你授权了 说我随时可以撤销 是共产党的问题 或者威胁战友了 拿敲顶的脑袋了 我要撤销 是欢迎威胁我 什么样 都是不可以的 像日本 我们就发现有两个战友 绝对是日本特务 绝对是特务 这是跟过去那些老特务 连在一起的 就等待时机 要把P死007 我要撤回 我不想起诉了 这要注意这个问题 现在包括现在国内战友 有跟俄罗斯MASA 还有这个面具先生联系的 可能跟你联系联系说 我现在不让你起诉了 我不授权 不可撤销的授权书 授权书的范围 你要听律师的 不可撤销的 然后呢 对自己的 所有提供的信息的真实 要承担全部责任的 这是非常关键的 记住 保密协议 授权书 这是两个 第三个 非常关键的 叫做官司的代理的范围 和授意权书 就是双方合同 这官司打到什么情况下 付多少律师费 赢了钱 怎么分 这三个文件一定要有 这是全世界各地的战友们 在不同的国家 以战友的身份 委托了当地的国家 起诉当地银行 和 大家就别忘了 和 美国的复国银行 第一复国银行 还有 CAP的1 激刀了是CAP的1 就GTV的开部行 这是核心的观念 例如战友之家 VOG 他已经在凤凰城 图上已经起诉了 在澳大利亚 这已经是起诉了 ANJ ANJ银行 这都起诉了 新西兰 这日本 是不是 大家要记住 你们的起诉是代表着战友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别错了 国内的战友 和香港的战友 你可以选择委托世界上各地你认可的 和你有联络的战友 这段说完了 这是战友们和喜马拉雅农场各地区负责人的起诉 这个完了 明白了吗 希望我们的这个听协主 新中国联邦的听协主把这段说清楚了 第二个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 就是GTV本身公司已经确定在美国 由GTV是被投资者发起了起诉 这跟你那完全两回事啊 你起诉你呢 你是被害者 GTV是代表公司起诉的 开不得外 鸡刀了 还有 刚才我忘了说了 还Strive Strive Strive 起诉还有Strive 支付银行 凡是你设计的银行 和目标公司 Strive 我们起诉什么呢 开不得外 和这一瓶摩根 这瓶摩根可能现在没有 人家没扣 最主要的是 是富国银行 还有Strive 全面起诉 我们是GTV全面起诉 在我们这个起诉的时候 我们现在记住啊 马上在我的概特上 将公布了E-mail 这个E-mail 现在希望战友配合的啊 你们要把所有提供给 所有当地的 和这个喜马拉雅农场的负责人 提供的文件 就是你什么 你买鸡刀了 你通过Strive 你通过了当地的银行 和包括在国内什么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什么银行 所有的付款的票据 和联络的E-mail 最重要的是 它要你退款 强制了你退款 特别是澳大利亚说 人家的债头找的 我不退款 说我必须让你退款 你退款有录音 有E-mail 有证据 最关键的 再强烈一遍 一定要变成英文的 一定要变成英文的啊 一定要变成英文的啊 一定要变成英文的 我投了G币 还是说GTV 投G币 买鸡刀了 就买鸡刀了 我是通过什么银行买的 比如Strive 还是Type-1 我往什么账户付了钱了 后付我的付款票证 然后被退回 什么情况下 我完全没有 说我没有要求退回 我被退回了 然后银行跟我怎么沟通呢 银行怎么跟我说呢 把这个故事 一定要认真的 一二三四 整个过程贴下来 发到那个E-mail里 然后GTV 会在美国拿着你这个 由律师大律师团 和这回起诉很特别 是直接到法院 直接到法官那 没有什么还给你通知期 因为现在美国也很重视 我们找了美国最牛的 大律师 还有成立的律师团 是刚刚今天成立完 所有的是代表GTV起诉的 代表GTV起诉的 战友们 需要你们这所有的证据 然后呢 战友们你们这些票据 和这证据 一定要记住啊 当你上这个E-mail发山上来的时候 你们我们会收到一个回复 回复就让你的 你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 负责任 叫责任书 第二 我们世间的保密协议 保密书 这是你和GTV公司的 然后第三个 就你 陈述了这个事实 我不要求退款 我没要求这个 买七道路退款 一定要很清楚 这个要是展明 现在我不退 未来我也不退 我完全支持GTV 去打这个官司 我全力支持 我全力配合 然后 可能给你造成的损失 例如在国内的战友 说我可能因为这个投资 我已经被警察喝茶了 银行已经威胁我了 我可能因为这个投资 我全家没命 我也可能被抓进进监狱 因此造成的坚决损失 我也委托GTV 帮助我追偿 关于怎么分成的问题 现在还不知道 你们等我通知 等到大法官见完了 我再给大家通知 我再给大家通知 好吧 你记住 授权GTV追偿 和你可能遭受的经济赔偿 和人体伤害和赔偿 请你写下来 这个关系是很重要 你被抓了 你被抓了 那你父母会不会被抓 你姐妹会被抓 你会不会被抓 你会不会失去工作 你会不会失去工作 你会不会失去生命 你会不会失去生命 你是不是在中国 没法生存了 那未来你要到外国 来申请政治庇护 这是证明 对不对 这个关系是很重要 一定要写清楚 已经给你造成伤害 和可能给你造成伤害 和你的担心 然后他就对Street 开了个万 这银行全面起诉 大家挺懂了吗 记住啊 一共是两件事 GTV起诉 马上在盖上 给你放个E-mail 主要提问信息的标准 第二个是 各地农场代表你起诉 是你起诉的 这两个事 咱两边开战 两边开战 大家如果不懂的 请在那个E-mail里 尽量不要问问题 因为问问题 大家要回复很麻烦 那个E-mail是主要收证据的 那么同时下面我们会给你挂一个E-mail 你要问问题的 你要问问题的E-mail 只发问题到那个E-mail里 提供证据和信息的 请发到那个E-mail里 这两个E-mail 容不容 战友们 我们一定要给他干到底 过去的两周 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 不可能让战友们 烧出任何损失 这个世界上还有天理吗 挣钱比花钱还难 花钱还有风险 还想要命 天下其有私利 新中国联邦还有GTV 这些银行的 一定会为战友 为你的利益 为你的安全 战斗到底 绝不放弃 你今天放弃了 你下一次再花钱 他会往死人 你今天放弃了 不是你一手入口 最伟大也是赚钱的机会 他下次更加微信 所有这些银行 以为中国人一定不会打官司 因为他们所有人都说 哎呀中国人这些年都是喊得厉害 成天要告我们 没有价位一个中国人告我们 确实没有一个中国人告我们 所以把我们当成一个真的是羊的羊群了 羊的民族了 那我们是坚决不结束 这回我们要正确明给他们看 中国人到底是羊还是狮子 到底是驴还是骡子 我们绝不是我们是绝对的独立人格的狼 我们是狼的民族 绝不是羊也不是驴也不是骡子 咱们走着看 这几天来的律师说 可能会这样可能会这样可能会这样 我都闭嘴 我只要你告诉我一个 如何战斗到底 我都闭嘴 我不管他天王老子 他欺负我们战友 伤害我们战友的利益 就是这些银行竟然告诉战友说 这是诈骗 就这一句话我告诉你 你必须按照美国法律 你要证明给我看 我们哪诈骗了 按照美国法律 你得证明我是诈骗 你证明不了 你就犯罪 你就得赔偿 第二你说我们战友 被骗还有战友的钱不干净 那战友你怎么挣他钱不干净 怎么挣他这么的被骗 他在中国共产党管制区间的 你去调去吧 按美国法律 所有中共的提供的票据和展 都是假的 都不能作为证据 那你唯一的选择就是战友 提供的是你唯一可采新的法律证明 哎呦 这十几万了 所以说战友们 这场官司 我绝对有信心 会打回利益 打回权力 打回尊严 打回我们新中国联邦 在世界上新中国人的心情下 心气下 绝不妥协 放弃 绝不妥协 这是建立新中国联邦之后的 第一个和战友们一起合作的 维权的一个 第一个重大影响标志性的官司 战友们一定要认真准备 事关你的尊严 事关你的财富 事关你的未来的孩子 在世界上生存的安全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这就是今天直播的主题 我把这一段 我现在 我就把这个直播先断掉 一分钟以后我再存起 把这一块先上传 我不希望看的人 听到我说那么多废话 这是专门关于 战友们投资激机会 被非法退款 非法夺得投资利益 可能给战友造成 人生生命全家的安危安全的 一场法律行动的 和七号战友们合作的 一个直播事情 非有关友不要看 这就是谢谢罗战友们 我再回来 马上咱们再直播 再直播就乱聊了 乱聊胡扯了 好